对,这个上台还是有必要做一个小小的自我介绍 应该 我是一名美食家 美食家 就是您刚才报您的职称是 美食家呀 谁 我呀 各位朋友您上眼 您要说这位先天性的营养不良 咱都信 美食家 怎么了 Look at me 咱往这一站 对不对 美食家 你得能吃啊 知道吗 可不是说能吃的就是美食家啊 那猪能吃 那是美食家吗 不是,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美食家得有点研究 那你对这美食有研究吗 嘿,我这研究 诶,诸位 我博览群书游网各地 研究美食 诶 我现在看你不是你啊 我什么 浑身上下都是美食 都是菜呀 哇 对呀 浑身上下都是菜 都是 那您找着 我听听 眼睛 眼睛 就是一道美食 什么美食 虾 两只眼睛 也是一道美食 什么美食 就是虾 你就非得给我说的双目失明了就算完是吗 这浑身上下往这一站就是咱广东的一道美食啊 什么美食啊 烤乳猪 你甭来这套 你合着你不是研究美食 你是研究贬损我是吗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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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开玩笑啊 我研究美食到什么程度 什么程度 我能用菜名介绍介绍你 菜名 用菜的名字介绍你 一句话一个菜名 你拿菜名介绍我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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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是一句话里带个菜名把你介绍了怎么办 咱今儿这么办 咱不来了广州了吗 咱当着广州的父老乡去 如果你一句话能带一个菜名 我从今往后我不叫刘元了 那叫 烤乳猪 这本下的 好嘞 这可以做见证人 我先问问 你们家住哪儿啊 广州市啊 那你现在就不能住广州市了 那我住哪儿啊 唐瓣西红市 它没有这个市啊 它是不是有这道菜呢 这就正式开始了 开始了 句句都得有菜名 句句有菜名 来吧 你们家住 唐瓣西红市 嗯 卢州特区 姓仁路 福寿罗号 我们家这还有吃有喝 您听见了吗这是 你们家四周的围墙 是乳白色的佛跳墙 佛跳墙 我们家就招和尚了 推开你们家双喜临门一看 是一个孔雀开瓶 也是菜名 直通 干炒牛河 您得都不像话了 干炒牛河 对呀 那河里一点水都没有啊 你管那个呢 河旁边 栽了几颗铁板牛柳 旁边开满了芙蓉菜花 上面趴着几个糖醋牛蛙 正在唱着红烧乳歌 这红烧乳歌是怎么唱的呢 锅巴 锅巴 三仙锅巴 这蛤蟆可能饿了 核对岸就是你们家的住宅了 你说我们家的房子 是一个五味七孔的金钱蟹塔 我们家都住螃蟹壳里 您听了吗 塔尖上飘着一面素食锦旗 上面用鱼香肉丝 绣着三个大字 什么字啊 饱仔饭 我们一家的都是饭桶 您知道吗 推开你们家房门一看 巧了 你们全家府正在红袍灯店里招开大杂会呢 我们家还杂会 正中间 坐的是你的父亲 我父亲是 杀爹 杀爹 这多狠杀爹 你父亲如今已经年年高了 岁数大了 两栽长满了黑芝麻糊 那您就快点给他刀削面吧 你父亲旁边坐的是你的母亲 我母亲是 麻婆 我妈最拿手的菜是豆腐 你父亲母亲后边站的是你的媳妇 松花和你的儿子 我儿子是 黑丢 我干嘛去了 你扔在澡盆里水煮肉 我正在里头泡着呢 我这是 你先在你这个白水羊头上 磨了点洗发水 又在这个趴桌脸上磨了点巴斯鲜奶 拿给我凑澡进来 搓了搓这个酱肘子 又搓了搓烤羊腿 搓完两个芥末鸭掌 又搓了搓那红烧猪蹄 您瞧我长得多全呢 搓呀搓呀 还真搓出不少的 什么呀 蒜泥 以后人看完节目还吃凉拌菜吗 你洗完以后 用毛巾擦干了大拉皮 脸上铺了点酸辣粉 头上戴上盖帽 脖子套上胶圈 腰里系上海带 披着一块牛蹄筋就走出了意识 我搬这一桌子菜就出来了 您听见了吗 你父亲一见已出来了 赶紧照顾全家老小啊 麻婆 松花 猪肚 快来呀 干嘛呀 赶紧趁热把这洗澡水喝了呀 这洗澡水不能喝呀 这可是一道名菜呀 什么菜呀 甲鱼汤啊 这 是你了吧 哈哈哈哈